博鳌亚洲青年论坛所探讨的 也一直都是青年人们所关心和热议的话题了 作为本届青年论坛的嘉宾 互联网专业协会会长兼前海香港事务首席联络官洪维明先生 就接受了本台的专访 他也是对香港互联网行业的未来发展前景 以及香港青年创业等话题分享了自己的看法 身为香港互联网专业协会会长洪维明 从事计算机行业多年 在谈及香港互联网行业的发展时 他认为香港互联网企业的优势 在于资讯流通 但仍然需要和内地的紧密合作 香港的互联网的发展 一定要靠内地的市场 因为香港本身只有一个700万人的一个城市 不像内地 13亿人口4亿5亿的网民 整个市场不一样 互联网的思维经常是说 我开始的时候不赚钱 我要把量做大了才赚钱 你如果只做香港市场是没法做大 但是香港也有它的优势 第一 它这个资讯是完全的流通 香港能够接受全世界所有的资讯 这个内地在此还做不到 那么香港可以利用这些资讯的流通 一个它接受一些国际先进的东西 一个它也利用这些资讯 发展自己的产业 我觉得它是在这个阶段来说 当然比起比方说十几年前 十几年前我们在做这一行 当时内地还没有起飞 那么香港还有很多东西 进去可以做大佬 今天可能不是做大佬 但是你可以利用先进的新的资讯 去打开市场 然后去跟内地的合作 洪卫民还称 香港从事互联网行业的人员并不多 利用自身资讯发达的理念 与内地开展技术合作 不仅可以打开内地市场 还可以做大国际市场 而对于近期中国社科院 发布的综合竞争力报告中 深圳超越香港位居首位 洪卫民则说 香港应该调整心态 取长补短 在合作中寻求竞争 在竞争中互补优势 以实现更长远的发展 就香港的这个优势 正在逐渐地减少 而这次它其中一个报告 我觉得挺同意的 就是说守城有余 创新不足 你如果看它 它是有很多 它好像有12个地方去量多 最差的就是创新 但香港有它其他好的地方 你说我自己怎么看 深圳不要把香港 看作一个竞争对手 香港也不要把深圳 看作一个竞争对手 而是一个合作伙伴 我们距离那么近 对吧 才100公里不到的地方 一过了关就是 其实我们现在 现代的这个理念 都是讲城市群的理念 不是一个城市 你看这个加州湾 东京湾都是这样 城市之间合作 当然也有小小的竞争 但是它有合作 有分工 深圳很明显 它创新强 它可以带起香港的创新 它利用它的创新的人才 创新的资源 包括它有一些高端的制造业 它能够把一些香港的产品 能够量产 便宜的价钱 对吧 反过来香港有市场化的人才 还有很重要的 法律 我们香港 你如果看这个竞争力里面 它有几点还是排第一的 此外 在红为民还身兼 前海香港事务首席联络官一职 他认为前海为香港创业青年 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和桥梁 在税务补贴扶持计划等多方面 为港人提供优惠政策 首先我们做创新创业 它有一个税务的优惠 15% 就是它的企业所的税 还有包括它如果是香港人 我们讲的高端人才 个人所的税 也是按15%去返还 那么这两个是在税务上的一个优惠 第二个呢 我们对创业者有一个叫 青年梦工厂的地方 这个青年创业者他来首年是免租 然后我们有很多配套 包括我们有介绍他 跟不同的基金对接 我们很多分享会 我们也是希望 他们全在一个比较 Campus Light 就是一个像校园的环境中 不同的碰撞他们的思考以后 有些新的东西创新出来 红为民又称 鼓励香港青年走出去 创业不一定非要北上 还可以借一带一路政策南下 但最重要的是要将眼光放长远 亚太第一位市记者 杨波 郑姐焕 香港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